我祝福的神经病 在名字下的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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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明白了经典的结文 我本人真理为信道的民众 而对你叙述摩萨和法老的刺激 法老却已在国中傲慢 我把国民分为许多宗派 而欺负其中的一派人 屠杀他们的男孩 保全他们的女孩 他却是相分败俗的 我要把恩典赏赐给大地上受欺负的人 我要以他们为表率 我要以他们为继承者 我要使他们在大地上得势 我要招式法老哈曼和他俩的军队 对于那些被欺负者所提防的事 我曾将是摩萨的母亲说 您当不遇他 当你怕他受害的时候 你把他投在河里 你不要畏惧 不要忧愁 我必定把他送还给你 我必定要任命他为使者 法老的侍从曾失去了他 以致他成为他们的敌人和忧患 法老哈曼和他俩的针对 却是错误的 法老的妻子说 这是我和你们的继位 你们不要杀他 也许他有利于我们 或者我们把他收为义子 他们听从他的话 他们不知不觉 摩萨的母亲的心变成空虚的 若不是我使他安定下来 以使他成为信道的人 他几乎暴露真情了 他对他的姐姐说 你追着他去吧 他就远远地窥测他 他们毫不知觉 以前 我禁止他吃任何人的奶 他的姐姐就说 我介绍你们一家人 替你们抚养他 他们是忠于他的 好吗 于是我把他送还他的母亲 以便他获得慰藉 不再忧愁 而且知道真主的应许是真实的 但他们大半不知道 当他体格强壮 治理健全的时候 我赏赐他智慧和学识 我这样报仇善人 成城里的人疏忽的时候 他走进城来 并在城里发现了两个人正在争斗 这个是属于他的宗族 那个是属于他的敌人 属于同族的人 要求他帮着对付他的敌人 摩萨就把那敌人一拳打死 他说 这是由于魔鬼的诱惑 魔鬼却是迷人的名敌 他说 我的主啊 我却已自欺了 求你饶恕我吧 真主就饶恕了他 他却是制舍的 却是致辞的 他说 我的主啊 我借你所赐我的恩典 而求你保护我 我绝不做犯罪者的助手 四日早晨 他在城里战战兢兢的 昨日向他求救的那个人 突然又向他高声求救 摩萨对他说 你却是明显的迷雾者 当他遇捕鸡他俩的敌人的时候 求救的那个人说 摩萨啊 你要像昨日杀人样杀我吗 你只想做这个地方的暴虐者 却不想做调解者 有一个人从城的极远处忙跑来说 摩萨啊 城仆们的确正在商议着要杀你 你赶快走吧 我确实注意你的 他就从城里战战兢兢的逃了出来 他说 我的主啊 求你使我脱离不义的民众 当他已去向麦德烟的时候 他说 我的主或许指引我正道 当他来到麦德烟的泉边的时候 他看见一群人在那里引羊 他发现除他们外 还有两个女子 揽着他们俩的羊群 他说 你们俩为什么这样呢 他俩说 我们要到牧人们 使他们的羊 离开泉水采得引我们的羊 我们的父亲是一位龙肿的老人 他就替他俩引羊 然后退了书一下 他说 我的主啊 我却需求 你所降给我的任何福利的 那两个女子中的一个羞涩的来 对他说 我的父亲的确要请你去 要酬谢你替我们引羊的功劳 当他来到他面前 并且告诉他自己的实情的时候 他说 你不要惧怕 你已脱离不义的民众了 这两个女子中的一个说 我的父亲啊 请你雇佣他 你最好雇佣这个又强壮又忠实的人 他说 我必定以我的这两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你 但你必须替我做八年功 如果你坐满十年 那是你自愿的 我不愿苛扣于你 如果真主抑郁 你将发现我是一个善人 他说 这是我与你所定的合同 我无论坐满哪一个限期 对于我都不可有过分的要求 真主是监察我们的约言的 当摩萨以坐满曲线 而带着他的家属旅行的时候 他看见那座山的那边 有一处火光 他对他的家属说 你们等待一下 我却看见一处火光 也许我从火光的那里 带一个消息来给你们 或带一个火把来给你们烧火 他已来到那个火光的附近 山谷的右岸 有丛林的吉祥处 发出呼声说 摩萨啊 我却是真主 全世界的主 你抛下你的手杖吧 他看见那条手杖 蜿蜒如蛇 就转脸退避 不敢转回去 摩萨啊 你走前来 不要畏惧 你却是安全的 你把你的手插入怀中 他将白亮亮的抽回去 却无恶极 你为恐怖而把你的手缩回去吧 这两件是你的主 所降世法老和他的成仆们的证据 他们却是放弹的民宗 他说 我的主啊 我却杀过他们中的一个人 所以我怕他们杀我 我的哥哥哈龙口才比我好 求你派他同我一起去做我的助手 证实我的使命 我的确怕他们否认我 真主说 我将以你的哥哥助你一臂之力 我要给你们俩一种权利 所以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俩 我们俩和顺从你们俩的将借我的迹象而成为胜利者 当摩扎以带着我的许多明显的迹象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说 这个只是捏造的魔术 我们没有听见我们的祖先的时代有这样东西 摩扎说 我的主知道谁带来了从他那里降续的正道 谁得享受后世的善果 不义的人必定不会成功 法老说 陈仆们啊 我不知道出我外还有别的胜利 哈曼啊 你应当替我烧砖 然后替我建筑一座高楼 也许我的愧见摩扎的主宰 我的确猜想他是一个收谎者 他和他的军队在国中妄自宗大 他们猜想自己不被招贵于我 我就惩治他和他的军队 把他们投入海中 你看看博弈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他以他们为招人与火欲的罪魁 复活日他们将不获冤重 在今世我将祖骂追随他们 复活日他们的面目将变成丑恶的 在毁灭远古的各世代之后 我却又把经典赏赐摩扎 以作世人的名震 向导和恩惠 以便他们纪念 我以我的命令启示摩扎的时候 你没有在西山边也没有亲眼看见 但我创造了许多世纪 那个时代曾经有过漫漫的岁月 你没有居住在麦的燕人之间 对他们宣读我的迹象 但我是派遣使者的 当我召唤摩扎的时候 你没有在山边 但这是从你的主降下的恩惠 以便你警告 在你之前没有任何警告者 曾降临他们的那些民众 以便他们纪念 若不是他们将为自己犯罪而遭殃 而且说 我的主啊 你怎么不派一个使者来教化我们 使我们遵守你的迹象 而为信实呢 当我所启示的真理降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为什么不能获得像摩扎所获得的迹象呢 难道他们没有否认以前 摩扎所获得的迹象吗 他们曾说 有两种互相印证的魔术 他们曾说 我们必定一概都不信 你说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 那么你们拿一部经典来 只要真主所启示的 而且比这两部经典更能引导人类的 我就遵守他们 如果他们不答应你 那么你应当知道 他们只是顺从自己的私欲 舍真主而启示的正道 而素顺从自己的私欲者 有谁比他更迷雾呢 真主必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 我却以叙事真言 以便他们纪念 在启示这真言之前 曾蒙我赏字天经的人 是确信这真言的 当有人对他们宣读这真言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确信这真言 他确实从我们的主降世的 在降世他之前 我们却是顺服的 这等人因为能坚忍 且能以德报冤 并分手我所赐予他们的 顾得加倍的报酬 当他们听见恶言的时候 立刻退避 他们说 我们有我们的行为 你们有你们的行为 祝你们平安 我们不求与人的友谊 你必定不能使你所喜爱的人遵循正道 真主却能使他所抑郁的人遵循正道 他知道谁是遵循正道者 他们说 如果我们与你们共同遵守正道 我们将被驱逐出境 难道我没有为他们而设立一个安全权的禁地吗 各种的果实都泛用到禁地中来 这是从我降下的吉祥 但他们大半不知道 我曾毁灭许多城市 那些城市里的居民 过一种交涉的生活 那些是他们的居住地 从他们灭亡之后 除很少的时间外 无人居住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 你的主不会毁灭各城市 直到他在手艺中派遣一个使者 而各城市的居民宣读他的迹象 我不会毁灭各城市 除非城市里的居民多行不易 你们所受赐的无论是什么 都是今世生活的吉养和装饰 在真主那里的报酬是更优良的 是更长久的 难道你们不理解吗 得到我的美好的英雄 而获得实惠的人 与在今世生活中获得我的吉养 而在复活日被传唤者彼此相似吗 在那日真主将召唤他们说 你们所望穿我的伙伴者 如今在哪里呢 受判决的人们说 我们的主啊 我们曾使这些人迷雾 固然我们迷雾他们 但他们像我们一样迷雾了 我们向你声明 我们与他们无干 他们没有崇拜我们 将用声音召唤他们说 你们把你们的配主召唤来吧 他们就召唤他们 但他们不答应 他们自己看见刑法 就希望他们生前是遵循正道的 在那日真主将召唤他们说 你们所用意答复使者的是什么呢 在那日一切口供将对他们变成暧昧的 所以他们不相询问 至于毁罪 信道和行善的人或许是成功的 你的主创造他所抑郁 选择他所抑郁的 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除非真主超绝万物 他超乎他们用来配他的 你的主知道他们心中 所隐藏的和他们的口头所表白的 他是真主 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今世后世的赞颂全归他 判决只有他做出 他们只被招归于他 你说 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真主是黑夜为你们延长的复活 那么除真主外 哪一个神灵能把光明带给你们呢 难道你们不会听话吗 你说 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真主是白昼为你们延长的复活日 那么除真主外 哪一个神灵能把黑夜带来给你们 使你们安息呢 难道你们不会观察吗 他会怜悯你们 而为你们创造黑夜和白昼 以便你们在黑夜安息 而在白昼寻求他的恩惠 以便你们感谢 在那日他将召唤他们说 你们所妄言为我的伙伴的如今在哪里呢 我将从每个民族中选拔一个证人 而且说你们把你们的证据拿来吧 他们才知道真理是真主的 他们生前所伪造的已回避他们了 哈龙的确属于谋杀的宗族 但他虐待他们 我曾赏赐他许多财宝 那些财宝的钥匙是几个历史所不能胜任的 当时 他的宗族对他说 不要狂喜 真主确实不爱狂喜者 你应当借真主赏赐你的财富而 以某后世的住宅 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 你当善待人 像真主已善待你一样 你不要在地方上摆弄是非 真主确实不爱摆弄是非者 他说 我获得这项财富是因为我有特殊的知识罢了 难道他不知道吗 在他之前真主所毁灭的各世代的恶人 都比他们能力更强 积蓄更多的 但罪的人是不必加以审问的 高龙从盛庄处游 以豪华夸视自己的宗族 爱今世生活的人说 但愿我们获得 高龙那样的财富 他确实有大福分的 有学识的人说 伤在你们真主的报酬 对于信道 而且行善的人是更好的 只有坚人的人才能享受那种报酬 我使他和他的房屋 沦陷在地面下 他没有党女协助他 抵抗真主 他也不能自卫 昨天羡慕 嘎伦的禁欲的人们说 你不见吗 真主是哪个仆人的 吉养宽裕 就是他宽裕 要是哪个仆人的 吉养窘迫 就是他窘迫 难道没有真主 对我们的恩典 他必是我们 陵陷在地面下 你不知道吗 孤恩的人 是不会成功的 这是后世的住宅 我用来报答那不愿傲慢 也不愿堕落的人 善果只归敬畏的人 行善的人将有更好的报酬 作恶的人 只受作恶者的报酬 导古兰金将是给你的 避你复返故乡 你说 我的主知道 谁是宗昭正道的 谁在明显的迷雾中的 你并未希望 真主把这部经典赏赐你 但那是由于你的主的恩惠 你绝不要做 不信道者的助手 真主的迹象降噬你之后 你绝不要任他们 妨碍你宣扬那些迹象 你应当招人来 归顺你的主 你绝不要做 以无配主者 除真主外 你不要祈祷 别的任何神灵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除他的本体外 万物都要毁灭 判决只有他做出 你们只被交归于他